事實上就加拿大這個統計數據裡面 它發現到說 事實上最容易被攔下來是Infinity 就是日產的這個車子 那緊接的就是像BMW 保時捷 藍寶堅尼 奧斯登馬里這些車子 我覺得很像就是說 可能大家警察看到你的車子 都覺得說固定印象就會認為說 你可能有標車的這個可能性 那另外一個就是像剛才大家講的 他要看這個車子 到底是怎麼樣一個狀況 性能如何 價格如何 但是有時候是因為太臭屁的一點 比如說在車子比較多的情況之下 你知道開了超跑了以後 聲音跟人家不一樣嘛 對不對 比較臭屁 那我認識一個警察就是因為這樣 那麼可是問題是你把它攔下來了以後 警察要把你車子攔下來 要給你開單 很容易的 你不要以為他找不到藉口的 他那天就是在執勤的時候 這輛車子特別囂張就對了 他就已經把它攔下來 反正攔下來就行到駕照嘛 對不對 然後就那我犯了什麼 我闖紅燈啊 超速啊 還是怎麼樣 看來看去看來看去 欸 開了一張單子 寫了什麼原因 超跑是比較低 對 超跑比較低像大白天幹什麼 很容易灰塵啊 還是不想見到一個什麼東西 車牌不節 車牌不節可以開單 車牌不節可以開單啊 車牌不節真的可以開單啊 好像幾百塊吧 車牌不節真的可以開單的 就給他看了一張車牌不節 你知道嗎 當然他們其實也不在乎 會開超跑的人根本不在乎啦 他覺得說你找麻煩而已 可是為什麼開超跑的人 比較不容易被開單呢 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 車好 車好會比較愛惜自己的車子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 超跑給我們的感覺 好像都是飆車主 24小時都在飆 不是 他只在他想飆的地方飆而已 他平常不想飆 其實他也不會亂飆啦 我也曾經看過 後來我們大家都很生氣啊 在國道開保時捷的那個超跑 結果 在那個內側開100 110就是不肯開快一點啊 也有這樣的超跑啊 所以其實呢 速率還有包含的外型 都是大家關注的焦點 所以呢 最近新聞這個事件就引起了大家關注 這是呢 藤原豆腐車 觀眾朋友呢 如果你還有印象 頭文字帝當中 周杰倫開的就是這一台AE86 TOTA的這款車呢 竟然被投訴什麼呢 說原廠的跑車上路就熄火 為什麼這個記者的報導指稱說 原來是他裡面的心臟是 SUBARU做的 但是這個報導寫的好像是 混油事件一樣 但如果我們還原一下 有在玩車或是買AE86的人都知道 如果心臟是SUBARU 其實是賺很大欸 他根本是賺到了 怎麼會來投訴呢 所以這起事件 好像網友有一些紛爭 這個車其實 我覺得這個新聞有點瞎 就是說 其實真實的事情跟報導 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呢 我們只要說其實86 其實這個車應該不是叫AE86 應該叫TOYOTA86 那AE86當然 這個是一個漫畫裡面的車子 然後後來變成是一個像一個 代名詞一樣 那TOYOTA坐這個車呢 其實當然有一個原因是說 因為在大概金融海嘯的時候 其實GN旗下的SUBARU 其實他把 就GN把其他底下的品牌都拋售 那TOYOTA就接手了SUBARU 但是他沒有完全接手 因為法令的一些規定 那他接手了之後 其實SUBARU一般來講就是說 我們會覺得SUBARU 其實在賽事上面的表現 其實不錯 對 比較會跑 然後它的水平堆過引擎 它的重心比較低 然後它的一些 賽車的基因其實是比較強 那這個案子其實 一方面是兩個車廠 就是一個共同開發案 其實SUBARU也有這個車 長得一模一樣 裡面也一樣 它叫BRZ TOYOTA就叫TOYOTA86 那這個比較瞎的是說 其實你會買這個車的人 會不知道裡面是 對 你怎麼可能不知道 它是雙生車 對 怎麼可能 不太可能 所以我對這一個報導 比較存疑的是在這一個部分 那另外就是說 這個車為什麼會引擎壞掉 那當然你今天賣車子 你就 你如果今天賣的車子出去跟客人說 你這個車必須要順順的開喔 那不然的話我們不負責 其實當然不會這樣子 但是你既然賣車 你就不要怕人家開 但是如果車子開了 壞掉在保護期間壞掉了 因為車子一般來講 電腦引擎有一些保護的裝置 但是在沒有 讓這個保護裝置啟動之前就壞掉 你原廠當然要修 但是我覺得這個比較爭議的是說 其實你不能要求人家怎麼修 就是說我可以幫你修好 但是你要怎麼修 你要照我的方法修 其實原廠其實沒有這樣的義務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很 我覺得在網路上討論非常非常的熱烈 這個事情其實很瞎 對 所以是不是有什麼誘因 或者說其中的原因不知道 但是消費者要有一個觀念就是 會買這台車的人 基本上他不會搞混啦 對啦 因為這台車的車主 基本上也是業界知名的人 然後對車應該是很了解 所以我們才會認為說 他怎麼可能會不知道 當然也有可能是記者物質了 以為說他不知道 因為其實我覺得以這個車來講 你說TOYOTA跟SUBARU 我覺得品牌價值還沒有這麼大的差異 那你今天說我買TOYOTA車的 買TOYOTA車的 然後裡面SUBARU 所以才壞嗎 也不是這樣子 他講得好像橄欖油 混了劣質油一樣 反正你先 不管裡面裝什麼引擎 反正車牌是TOYOTA廠牌 壞了你就找他修 就這麼回事 其實很簡單 但我覺得呢 我們比較講說雙生車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很經典的例子 什麼經典的例子呢 就是說他同個集團裡面 有高價品牌跟低價品牌 卻用同一個零件的時候 這個時候比較會有人爭議吧 對不對 比如說最經典的就是當時的Porsche的凱燕 跟Volkswagen的Tour Rack 這兩個車其實在市場上 彈價大概差七八十萬 甚至可能差到一百萬 但是當時大家也很好奇 這兩個車怎麼看都很像 然後同樣是VAG集團的 然後還有汽車雜誌 把兩個車頂起來好去比較 甚至很多零件 幾乎完全是一模一樣的車子 那當時大家就會想 唉唷 那會不會很多人想說 那我買你凱燕貴那麼多錢幹嘛 我就買Tour Rack就好了 但是市場上是很奇妙的 而且貼的牌不一樣 價格就不一樣了 大家都買凱燕 沒有幾個人去買Tour Rack 等於說品牌價值一起來之後 大家還是買那個 那今天你車商的立場來看 我資源共享嘛 然後呢 我能夠把資源放在 賣比較多錢的車船 我一定放在那個地方 所以現在我們知道整個市場 不管是高中低都一樣 車家一直往下走 年輕化 那其實共享零件 這是一個必經的道路 所以我覺得雙車 其實到處都有 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黃昂俊回來呢 繼續要帶您看到的是 哪些路段有危險駕駛 在台灣要看到跑車蹤跡 在特殊路段就看得到 在北二高 也就是我們國道三號的 中和交流道道 樹林收繪站之間 在南下的路段的時候 常常有很多的跑車會在那邊尬車 180 200公里 我常半夜開車都預估過好多次 那仰德道道以前會 以前常常在比賽說 從中山樓一直到了 那個下面的那個排水所 下山的速度多少 對 所以後來他們現在側 弄了兩三個地方 那個40公里就拍照了 而且中間還給你用那個分隔島 對不對 你弄了以後現在比較少 那北一公路的話 是現在重機很多 你不能夠給我趕時間 所以說我有一把道 到現在六年的我還沒交貨 依舊在等林光帳顯的瞬間 張柏仁做獵刀 被定制者常常是耐心大考驗 做每一個作品的過程當中 個性上面我就非常客家人 我很應景 別人說你用機器可以比較快 我說那是你們的做法 那不是我的做法 你們一天要做十把 我寧可十天做一把 因為獵刀在張柏仁手中 不光只有風力曉光 太魯閣主他本身可能因為鮮明的智慧 彎刀比較不容易去 瘦到山林 然後藤草 樹木 鉤蠶 他也有講究美感 六黃銅包庫鞏固了刀的結構 異元素的結合 在刀鞘上也巧妙融合 鳳林客家莊與太魯閣部落 原住民與客家 客家人所有家裡面過年過節 要做的一些器具裡面 竹邊紋是非常的美麗 所以說我在非常多的部分 不只是刀 包括我做的箱子 用了非常多竹邊形的圖形在上面 因為我認為這個就是記憶當中 我所知道最美麗的圖案 不能忘懷的還有台灣特有的檜木箱 獵刀的刀鞘 創作的工藝品 都以檜木為主角 不砍伐 全部使用漂流墨 引绕身邊的檜木箱 他說最有家鄉的味道 年輕時在都會節節盈盈 張國仁後來察覺 我也回歸內心想要的 不勉強才會快樂 回到後山 一把刀 一件作品 都讓他重新去思考生命的意義 事實上你是有勉強性 那個勉強其實就會讓你快樂 我認為身在花蓮這個地方 唯一能做到就是這一點 我非常滿足 上課囉 謝謝鍾瑜老師